大家好,我是葉盈飛 今天說為什麼李小龍一有空 就會鬆筋、鬆關節、練修腹肌、踢腳 原因在哪裡? 首先說李小龍為什麼要練習修腹肌的原因 就是保持腰部沒有多餘脂肪 因為腳發高手是很需要腰腹的力量發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腳發高手,通常腰都是很幼的 另外,李小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腰身形有黃金比例 修腰腹是必須的指定動作 接著就是鬆筋和鬆關節 這就是中國武術所說的伸筋拔骨 筋鬆可以增強發勁的力量 拔骨可以使出一些難度的動作 有人問為什麼要打一些難度的動作招式呢? 出拳出腳,不是直打順打就行了嗎? 中國武術奧妙的地方就是這裡 大家有沒有留意 中國武術有些招式是很難打得好的? 原因就是身筋拔骨的問題 你筋不鬆,關節幅度緊和窄 當遇上一些難度的招式就打得不好 更談不上話發勁 中國武術的原理 多數是用幾何借力的打法 所以看看有些招式 打出來的時候怪怪的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招式就是心法所在 那些招式都是藏著一些微隱的動作 如果你看到演練者演練招式的時候流暢 但是演練的時候有些咬身或劃完才出招法徑呢? 這些大多可能就是他的本門心法和精要 大家還記得太神出拳嗎? 他也有一些拳法是咬身法徑的 所以高手通常都有這個特點 最後講李小龍為什麼他一有時間就練踢腳呢? 有沒有留意他不是練法徑 也不是練出腳的力量? 他只是鍛鍊腳關節的勒力 因為勒力強 除了增強法徑的力量 也可以抵受自己法徑的反振力 有沒有聽過一拳打中對方 而自己的手腕咬柴? 如果是練法徑力量 就應該用些實物來練 例如打沙包 這就是葉型飛解讀 為什麼李小龍一有時間就練習 身根拔骨 收腹機踢腳?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按訂閱